小风 我给你推荐个游戏 你一定不敢玩 哈哈 开玩笑 我玩过的游戏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 还没见过什么游戏不敢玩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游戏叫做Dark Deception 黑暗欺骗 欢迎收看小风的视频 喜欢的话就关注一波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风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 你们推荐的游戏 这个小伙伴已经私信我了无数遍 认为我不敢玩恐怖游戏 你们觉得我会不敢玩吗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款游戏 这个叫做Dark Deception 黑暗欺骗 应该是一款老游戏 小风要证明一下我自己 完全不用担心恐怖游戏 对吧 好那这里我们就话不多说 就直接开始啊看一下你们 所推荐的恐怖游戏 到底是个什么样 好我们选择新的游戏 直接开始 哇 这是恐怖游戏吗 这是福利游戏吧 你已经无法回头了 现在这里 只剩下死亡在等着你 啊 别怕亲爱的 我看得出你有潜力 而且我可以帮你改变命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新的生活 那就必须吃点苦头 开局有一个看起来像福利的妹子 告诉我们让我们吃苦头 来吧 好游戏应该是正式开始 开前有点没头一脑 看起来开局我们应该是在一个 习惯的大厅当中 别吓我好吗 怎么突然就炸了 来 好那游戏就正式开启了 首先第一步我们是在一个 红色的门里 看起来好像有点 好像好像还好对吧 我玩游戏多年我会怕这种恐怖游戏 天真 今天就不可能惨叫的 你放心好了 看起来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旅馆 有没有唤起你的记忆力 前面有只萌萌大的猴子 哈喽 这是干嘛的 吓死我了 有没有 这星星长得好萌啊 这 这 这是个什么东西 嗯 电梯四桌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那应该 上楼上楼 应该不会有太热的问题 哇 我为什么要选择现在玩 好黑啊 我应该找一个大白天玩 好 好不慌不慌不慌 你现在现在掌握之中 没有看到什么 特别恐怖的东西 叮咚 哎 那边有个雕像 看到这个漂浮的水晶了吗 那是灵魂的碎片 人的精神破碎后形成的残骸 在这些迷宫当中 也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 水晶碎片收集起来吗 把他们全部拿到手 好的 Brick the Brow 你不孤单 啊 啊 啊 这 这个就是有点像吃豆人 击碎这些板子 哦 哦 哦 这是一个有点像 类似于吃豆人 不孤单的游戏 好 看起来 还行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 水晶全部吃掉 这 诶 Not bad还不错 哦好黑啊这里面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我天啊他在追我 我天吓死我了 他在我背后 他在我背后 哇他过来了 我天啊 我天 What 我下走了 我们要把这些碎片全部拿到吗 有惊无险 就是一只大猩猩嘛 我会怕他 只是稍微吓人用的而已 好 我们第一步先把所有的碎片全部吃掉 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完全 这个游戏不好了 我拿到了一百个碎片 好 nice nice 不要慌不要慌 回避太过也简单 这里面就有一只奇怪的大猩猩在追我而已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啊 啊 我去吓死我了 为什么 他为什么 我听见他的背后嘴 我为什么从面前出来 сиг大猩猩猩他 这时候 收集到所有的碎片才行 我的天 啊 过来了 救命啊 他跑的比我快感觉,为什么为什么 这边还有一只 有两只星星吗,他怎么过来的 这边还有 全都放下两只 我不想玩了这个游戏 好,不慌不慌不慌,不要着急 一切金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怎么又来了 快跑快跑快跑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我甩掉他 他现在已经追不到我了 他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我们现在非常的安全 好 这个感觉就是一个3D版的磁头人 我去 好好好,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 可以 可以 我还剩多少个 他又来了 为什么我跑不过他 我 我 我感觉他就在我背后 他就在我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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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只是游戏而已 只是游戏而已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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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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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用紧张 现在剩下的碎片不多了 只剩28个碎片了 我胜利就在眼前 我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我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还有10个 胜利就在眼前 我觉得我就 即将胜利 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即将 我们的胜利 就在眼前 即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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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能看到他在哪里 我看到他在背后追我 还有5个碎片在哪里 就剩最后5个了 还可以 这边能看到他就好说 好 这有两个 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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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个 现在是有两只 这个怪物的 好 二 三 你已经收集了所有的碎片了 快走 啊 啊 啊 为什么转角移动 哎呀 我已经拿到了所有的碎片 我已经把所有的碎片 全部拿到 但是 目标点就在眼前 啊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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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相信我 不就是一个恐怖游戏吗 有这么恐怖吗 有这么恐怖吗 这个星星好烦啊 这个星星 好 好 还有四个 他在后面追我 快跑快跑 还有三个 不知道在哪里 这就尴尬了 有一个朝右的标识 哎呦 我之前应该摟了几个 哎果然这边有一个 就这三个 可以 nice 收集到碎碎片了 而且我还有生命值 我还有血 怪我开始发狂 是什么鬼 什么鬼声音 在他们找到我之前 赶快离开 好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 快ター 快走快点 快走快走 这么走怎么走 找出口 我能 他来了 我在最后一滴血的时候 逃离了这个关卡 我总算是逃出来了 然后呢 还没有结束吗 他怎么会追我 等会让我出去 还可以 还可以 我的天哪 太难玩了 这个游戏简直不是人玩的游戏 我感觉我的身上已经是 大汗淋漓了 Breece 妹子 我逃出来了 一个奇怪的眼睛 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 非常非常奇怪的眼睛 拼凑成完整的指环 就可以使用魔法 完成你内心的黑暗 哇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已经把第一关 就已经过了 据说这个游戏是有技能的 可以顺移 可以跳跃 但是 第一关看起来是没有的 还剩八个指环的残骂 你准备好进入下一个目了吗 哇 第一关是猴子 第二关看起来是一个 像杀人魔样的东西啊 这是啥 看起来这个游戏的关卡应该有 十张左右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出完 然后它的第一张应该是免费的 后几张就是类似于付费的DLC 应该还有三到五张 然后看这个游戏的样式应该总共有十张巨型 但是它游戏还没有出完 如果大家想看后续的第二第三第四张的话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点赞 我看一下大家的点赞数 多少呢 你们说到多少好呢 我们就去再更新第二期好吧 行吧 那今天就由小枫带给大家这款非常恐怖的 黑暗欺骗游戏的逃离生存实况的第一期呢 也就在这结束了 喜欢同学呢 不要忘记点赞以及订阅哦 那我们就是下期再回楼 大家拜拜 更多精彩视频 搜索逍遥小枫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